姐姐我跟你说我买到车网 你最便宜的你 你多便宜啊 想买部老板打折 起泡胶只要我便宜的 而且我能买到比你更便宜的你 口述物品 拿开看看 先将带装的清洁软胶 刚搞巴黎带 你还便宜吗 便宜是便宜 但是清洁软胶也不好玩 让你的内子起泡胶也不一定好玩啊 要不 改造啊 用藕兔君来选择改造材料 剪刀 石头 布 我赢了 所以我先选 我就选一个 你我最近的 我也要选一个最便便的 欧兔吧 大黄军 我看到气场了 我虽然都被孕染湿了 但是能看得出它是两片 可能是爆爆糖 爆爆糖它吃得不香吗 还是我的材料仙气 就因为粗到 感觉旁边有好运气 我还选我这边的 出来吧 欧兔 材料给我吐出来 必须泡 材料你给我出来吧 变色浇水 王思瑞的材料不同反响 吃了个赛手 改你会有 最后一个 基因我要他 你给我啊 吐出来吧 我一盘是挂泥神器牙膏 好像也不错 我的是抹茶粉 也能挂泥 问七个小小的遭殃了 先来一包 陶子粉的清洁软胶 颜色还是蛮少女的 坦坦的 捏起来像果冻一样 先来吧 这是柠檬清洁软胶 还有柠檬的味道 特别的香 特别是半透明状 但是拉伸性 就没有那么好了 还有最爱的蓝色清洁软胶 这款清洁软胶 居然有喜发水的味道 先来吧 像一块祖母绿一样的清洁软胶 一绿回所有 最后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百尼最强狼者 牙膏君来袭 还有超级好看的变色胶水 码刹鸡时间开始 就跟在揉果冻一样 明显感觉到它开始融化了 现在有点像我之前吃过的 琥珀糖 是不是我牙肉加多了 现在已经完全化成一滩糊糊了 好恶心啊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些 琥珀糖啊 先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再来西瓜热的 破糖搅过之后 怎么变成这种 亏不宜旧的颜色 接下来我再拿一块纪念软胶 看它能不能改造成功 破破糖片来变硬了 它们俩根本就融不进去 失败 他们必须这软胶还想跟我的 起泡脚比 先给大家展示一个它的起泡效果 拉斯非常的顺畅 选个小竹花送给小可爱 交情的小哥哥 来个大瀑布 大瀑布上好响 再带一个一大帐篷 点对一点新鲜亮片 哇 blingbling的 虽然地球炮和抹茶粉的镜头忘记拍了 但是它们加起来 特别像一份甜品 整个时刻到了 我们都混合均匀 调子太默契 上手 继续炮这些太好玩了 改过的咪没什么变化嘛 而且颜色还变得更丑了 不过总的来说 起泡胶比新鲜软胶要好玩得多 选个小花花送给小可爱 茶包声太好听了 我改的咪再怎么样 没比你画这个新鲜软胶强吧 你的是起泡胶 我的是新鲜软胶 改造的都不一样好不好 所以这个视频告诉我们 没事千万别瞎改名 除非你真的是闲的叫鸭子疼